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家屋住了十年八载 装修变得残舊 更大问题是间隔不合时宜 今次带大家参观的单位 是位于深井的碧堤半岛 实用面积861尺 单位装修后脱胎换骨 空间明显阔落得多 全屋的色调以黑白色为主 客厅的装修比较简洁 天花板中间的不是灯 而是一把风扇 平时可以省下不少冷气钱 旁边也放了满光灯槽和射灯 作为客饭厅的主要光源 CK的厅看上去都很大 但食饭桌藏在哪里呢 因为户居都想多些空间 和可以省位 所以食饭桌就藏在酒櫃下面 桌子就坐到四至六个人 到时有空间的房间 为了扩阔整间屋的空间感 设计师将原本三千八角的工人房 变成长形的厨房 而间隔这里就用了玻璃 在透明度增加之外 亦可以夹到油烟 互主夫妇有一个女 加上工人姐姐 只需要三间房 但原则就多了一间小房 所以设计师将两间小房打通 现在亚女间房和主人房差不多大 这里还放到一张桌子 坐到四至六个人 到时有朋友来 就可以一起坐在这做功课了 亚女间房用色比较鲜艳活泼 除了主调黑白色之外 亦都加入了粉红色 橙色和绿色 为了省位 亚女将床升高了 下面是一个大衣柜 一打开里面有柜桶 门上还有一排排的植物架 可以分类将杂物摆好 女女房的书桌 除了可以看到海景 还可以延伸出来 不用顶到脚 主人房沿用现代风格设计 以白底黑边为主 商人床就用了地台设计 令房多了储物空间 设计师亦都在原有的小房 偷了一些空间做大衣柜 里面还放得到一部电视 就可以满足到 户主躺在看电影的愿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